沈柏阳一口气说了好多人 都是该管控的族群 在大陆做生意的 有家人在大陆的 被招待的里长 黑道操控的沟庙 党他法案的明代 你如果觉得前面还算可疑有道理 你听听最后一个什么意思 党他法案的明代 就是第五众对高风险者 两岸高度敏感时刻 新任国防部长孤立雄说 一旦共军进入我12海里领空领海 就会自卫反击 这难道是代表只要敌方越界 我们就会开火 我们是威胁的程度 合比例性的来行使我们自卫的权利 那相关的这些处置的规定 我想我不宜对外来公开泄露 孤立雄刚上任就放宽多项措施 包括废除刺枪术 踢阵部还取消官兵出国 必须跟团的限制 以及宣布官兵休假不用回报 甚至正副主官可以同时离营 利益良善 但老将军们看法不同 国防部长他完全不了解 正副主官同时离营 那这个部队就失去了指挥了 将来出了任何问题谁负责 问题是现在很多基层联队 他干部不足 他就很可能一年到头 就被管制在那个地方 没办法休假 我能够把基层的官兵 补足到原额数 这才能够做好官兵能够正常休假 敏感时刻有民进党立委 却对同胞扣红帽找低人 沈伯扬喊话要严防 中共第五纵队的渗透 应该对国内几十万高风险族群 进行管控 潜在威胁包括大陆台商 被招待附屋的里长们 以及与大陆接触的立委们 网友讽刺 难道要把台湾三十几万名 陆配当共谍吗 还是要台商回来 都带上电子脚僚呢 我建议民进党第一件要做的事 就把沈伯扬送到脑神经科医生 去检查一下 他在讲什么鬼东西 操杂这个标准 一只地区少都所有的人 那你通通是潜在的第五纵队 沈伯扬 你是不是大陆派来的第六纵队 标准的魂球思维 蓝音讽刺就怕两岸还没开阵 这样的执政党立委 已经让人心惶惶搞出绿色恐怖 大家好 我是报告人侯汉廷 几年前 民进党执政时期的安全单位曾经说 有五千个公谍在台湾 到了现在 不具名官员说 有十万人 沈伯扬更是一口气 让数量暴增 有数十万人第五纵队 中共再利协力的高风险群 党说你通匪 你就通匪 哇 中共都要打个大问号 我啥也没干 怎么我的同路人越来越多了呢 沈伯扬 一口气说了好多人 都是该管控的族群 在大陆做生意的 有家人在大陆的 被招待的里长 黑道操控的宫廟 党他法案的明代 你如果觉得前面还算可疑有道理 你听听最后一个什么意思 党他法案的明代 就是第五纵队高风险者 顺我者仓 逆我者第五纵队 他指控的罪嫌 和他说的嫌犯 一点都没有关联 陆沛 陆生 假设 真的有受到什么指示 请问他们要怎么在台湾破坏基础设施 他们有枪吗 他们有炸弹吗 台湾的自然败坏到这个地步 平常这些人有枪都不抓 等着他们造反吗 而且台湾的基础设施 还需要所谓第五纵队破坏吗 台湾缺电跳电 不都是小动物就能搞破坏吗 还需要派间谍 官员加上明代 还有绿媒帮忙造势专访 沈柏阳讲这些东西 显然不是他一个人脑子坏了 而是代表赖清德 赖清德早就说了 要洗敌人心嘛 不服从我的 扣你个第五纵队的帽子 抓起来 主要有三个目的 第一 沈柏阳说要设立专门对抗管理 第五纵队的单位 这就是搞仇庸捞钱 当初花几百亿成立了述发部 也没什么政绩 打炸义无是处 但钱花下去了 现在另外成立一个中心 抓匪碟 讲白了就是设立新特务机关 党产会和促转会 属于旧东厂和西厂 理由都是去抓过去的国民党 但没有理由来抓现在的国民党 新成立一个机关 抓供碟 就能把现在看不顺眼的蓝白 都抓起来 东厂西厂都不够 额外再成立一个内厂 倡议者就有机会当上特务头子 当上大太监 第二个目的 实行绿色恐怖 制造寒蝉效应 抓供碟啊 一个大意在 把前面说的人通通监控 看你蓝白还敢不敢反对 彻查蓝白的机密 彻查蓝白的金主 很清楚要调查台商 那这些把柄都在手上后 你还敢捐钱给国民党吗 一些媒体人啊 意见领袖 很可能因此怕了 选择顺从 就像有些里长去大陆后 回来被约谈 不敢再去大陆 未来谁反民进党 就被当成是第五众队约谈 从此再没人敢反民进党 第三理由 转移焦点 赖清德执政 根本无能搞好内政 做不出政绩 只能搞些意识形态 讨好深绿独派选民 放沈柏阳出来乱咬 试水温 如果绿营都支持 那就干啊 沈柏阳还是不分区 男性第一名耶 赖清德针对这些言论 有出来否认吗 没有 合理推论 他的言行 当然代表赖清德 因为他就是个 极其丑陆的激进台独分子 与赖清德一拍即合 最后呢 带领民进党 实现法西斯 称为新纳粹 对两岸的稳健开放 逐阶段的开放 我们是准备好了 正是接掌海基会董事长 被视为民进党之中派的郑文燦 除了曾经担任绿营中国事务委员会发言人 桃圆市长任内也成立了两岸事务小组 广纳蓝绿专家 至今也还是中华港澳之友协会的会长 对于民进党执政下 海基与对岸的海协两会 中断协商八年 郑文燦强调 虽然没办法一步到位 但绝对会踏出第一步 我们希望能够增加理解 促进谅解 毕竟两岸的关系 是我们国家生存发展 重中之重 让和平成为共同的语言 这还是我们最高的目标 郑文燦提出两岸交流解放 建议让海基会的人 赴大陆关怀台商 采取混团方式 例如学术或民间交流团 安插海基会人员在其中 而对两岸海运定期航班开通 也认为可以先开放包船 更含话启动相关机制 要照顾在台陆配 继续堆叠善意 但同时间民进党立委 却对同胞扣红帽找敌人 沈柏阳喊话 要严防中共第五纵队的渗透 应该对国内几十万高风险族群 进行控管 潜在威胁 包括大陆台商 被招待俘虏的里长们 以及与大陆接触的立委们 这时候沈柏阳在讲这种话 那民进党内部到底 是不是神经错乱 标准不一 尤其是郑文燦 又希望说是两岸多沟通 那我们跟对岸沟通 到底算不算是第五纵队 郑文燦才说两岸要春暖花开 可是民进党立委沈柏阳却说 要管控来自于大陆 动辞几十万人 只要去过大陆 就有可能被监控 大兜底底的阻碍了两岸的交流 两岸交流能否恢复正常 郑文燦释出善意 强调要有第一步才会有下一步 但就怕绿云玩两面手法 最后只是破坏两岸户型 我们要问 如果要让赖清德监控全台人民 并且定时看到详细的报告 赖清德会拒绝吗 那当然不拒绝啊 没有一个统治者会拒绝这种事情 如果要专门分析 蓝白的支持群众都有什么特性 蓝白的支持群众 有没有可疑之处 蓝白的人 他们有没有经常跑大陆 甚至呢这些台商 然后有没有跑完大陆之后 回来跟蓝白的人碰面 如果有这些资料 你觉得赖清德会不想要吗 他当然想要啊 检调也想要啊 所以这些就是民进党执政之后 要干的事情 更何况这种事不仅是赖清德想要干 美国也想干啊 AIT早就对全台湾有无孔不入的渗透 很多事情赖清德还没去查 AIT早就知道答案 但是可能更加细节的 美国不知道 那怎么办呢 要靠谁 就要靠民进党执政下面的 这些统治机关 调查机关 安全跟情治机关等单位的能量 所以未来如果真的有了 这一些的监控资料 第一给谁呢 当然给美国 第二呢 才给赖清德 但是现在你想 连王毅川这种咖 都已经有资料了 那只能说啊 美国早就有了 赖清德也早就看过了 早就对全台湾人民 做了无孔不入的监控了 就差什么呢 就差不是我们现在在录影阶段当中 有个人随时看着我们 可能还没到这个地步 但是在现在 录影的时候 赖清德或者是专门负责监控的人 能不能够知道 侯汉庭此时此刻就在哪个地点呢 他不看直播都知道 因为一查手机讯号 就能知道得清清楚楚 他也能够知道 距离侯汉庭手机很近的 旁边几个人的手机 那他也知道了 所以这些小编 摄影大哥是谁 他也通通都知道了 摄影大哥住进了之后 未来如果跑去大陆 高度怀疑这是什么 这就是跟侯汉庭有 通匪串供的嫌疑 抓起来约谈 你想这种事情 民进党会不会做 当然会做 不做他是傻子 行政院长卓朗泰 再度到立院备巡 一开场资深立委高金素媒 直接炮轰 职任党从上到下 为了阻挡国会改革法案 竟然号召轻鸟包围立院 甚至对立委发出死亡威胁 然后柯总召呢 他还预告了立法院会发生 史上最严重的冲突 一朝外面的黑熊部队 更是直接了当的 喊打喊杀 让台湾的民族死亡 我们让他死亡也是刚好而已 让他死亡也是刚好而已 让他死亡也是刚好而已 当初的冲突 记忆犹新 尤其赖心的刚当选时成说 就之后要进行社会改造 洗敌人生 这让高金素媒 不禁想到了这个人 希特勒 他颁布了国家重建法 从中央到地方 希特勒 他的权力是一把抓 他终于实现了全面独裁 发动他所谓的社会改造 然后用纳粹的信条 洗敌了每一个德国人的人生 不要对青鸟的那些活动的群众们 贴标签 他不是赖清德总统所号召来的 你的历史 时间是对的 内容很多是不对的 洗敌不是洗敌成为 威权的时代的人生 是洗敌成为一个更民主 更自由 更开放 更国际的人民的人格 国际人格 所以你认为现在台湾人民 需要被洗敌 蓝鹰痛批 民进党政府内部搞不定 两岸问题又无法解决 尤其新任国防部长喊出 进入我十二海里领空领海 我方就会自卫反击 难道意味着 对方只要明确侵犯领域 我方就会开火攻击 比较法律的用语 可能大家不太能够理解 我们是威胁的程度来 合比例性的来行使 我们自卫的权利 那相关的这些处置的规定 都在我们土豪状况处置规定里面 都有做过一个完整的律定 我想我不宜对外来公开泄露 新内阁才上路就面对 国会改革法的大挑战 让国会议长寻达战于命 有人问说 哎呀 高金树美讲话 是不是达到赖清德的痛点 说他们像希特勒 民进党是不是很痛啊 民进党哪里会在乎这件事情呢 你说我像希特勒 我就像希特勒吧 我就算真的干了希特勒的事情 那又怎样呢 千万不要觉得 民进党还有脸 千万不要觉得民进党还有羞耻心 那就是对民进党最大的错误想象 实际上从陈水扁以来 所干的事情 就跟希特勒纳粹干的 几乎都是差不多的事 尤其像现在干嘛 完全要越过民意代表 这在政治学界的定理当中啊 都已经是符合民粹了 民粹的定义是啥呢 最关键的一点啊 就除了发动个人崇拜 支持领袖 最关键的就是越过民意代表这件事情 那然后把权力集中到自己身上 当初陈水扁就说 在野都在乱 对吧 我们不要听听在野的 我们听阿扁的 现在赖清德行政要来提复义 也是一样啊 在野蓝白都在乱 对吧 这个是没有用的民意代表 支持赖清德 这些啊 都跟当初希特勒在干的事情一样 希特勒当初搞国会纵火案 现在民进党呢 也是想要物理上的来摧毁议场啊 只不过呢 还没摧毁 那你说如果真的想要摧毁的话 那民进党难道不愿意吗 他们巴不得 对吧 这个蓝白啊 统统都赶出一场 都不要投票啦 所有投票 民进党自己投爽就好啦 这就是我们开头所谓的小故事嘛 民进党要的民主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民进党全面当家做主 看不爽的全部抓起来 这就是民进党的真民主 张 了解 北京的东西 还没看到 这就是民党的就是谁 特勿议 争 Ada 赢得表达到 这就是民党的 帮助达到